高雄市議員何全峰在17日的民政部門質詢時 向民政局反映有民眾陳情 住家前方的孔蓋凹凸不平 影響出入也危及安全 因為又是六米巷弄內屬於區公所管理 何全峰希望市府要彙整好相關預算 儘速加緊補修 還給市民出入上的安全 六米巷到的孔蓋 其實這個其實就如同市府民政局所講的 市民朋友對這個的感受是最深的 因為其實就是在家門口 那過去其實市座的 每年市座的比例其實坦白講並不算高 那我們希望市府針對六米孔蓋的這個部分 可以來做一個彙整 那彙整之後呢 如果說軍費允許的話 我們把每年市座的經費提高 然後可以每年可以做的地方更多 這樣子可以早日的把 把這樣子六米孔蓋的這個部分下地來完成 讓市民朋友的感受度可以更好 讓市民朋友可以在你們家出來的問 這個路就是一個很好的路 一個很悲傷的路 另外由於兩任市長都沒有住在市長官邸 行政國際處加以整理並開放NGO公益團體的申請 但是租界效益不佳將進一步對外開放 一般機關團體租界申請 何全峰也鼓勵新國處這項辨明措施 將可以讓更多市民朋友認識官邸 規則的修正已經正式的公告了 所以現在已經有調整就是說 不只是公益性的社團 一般的社團機關團體都可以來申請 其實在這兩年其實從市長上任以後 一直希望市長官邸可以做更有效率 更讓市民朋友甚至一些團體可以來使用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在過去的一年其實使用的效率並不好 一年其實不到四個團體來借用 那現在行國處已經把這個限制修改掉了 那不再限是NGO團體才可以來借用 那我們希望是透過這樣子限制的解除 那讓更多的市民朋友更多團體知道 有一個這麼好的地方市長官邸 那希望更多的團體可以來借用市長官邸來辦活 何全文也在質詢時提到 因應環保政策的推動 環保金爐的設立規劃要加速 提升空氣品質 也間接使民眾養成集中燒化金子的環保觀念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